这个星期五就要开学了很多家长现在在替小朋友来准备文具 刚才了解呢有可爱图案的这个联名款是最受到欢迎的 像是这卖场有吉亿卡蛙或者是猫符山底的文具修量都非常的好 但是暑假接近到尾身也要来赶工暑假作业 因此也传来不守家长的哀嚎声 电板变条纸还有娃娃招牌萌萌大雁配上灿烂笑容 最近超受欢迎的吉亿卡蛙也做成文具抢工开学季 星期五就要开学了 卖场抢工商机不但推出最近最热门的吉亿卡蛙 另外还有毛符山底也是小朋友的最爱 精致画风露着可爱憨洋的猫咪 掳获不少小朋友的心 联名文具也卖得瞎瞎叫好 暑假倒数四天不少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到卖场准备开学用具 日本的一些联名商品其实比较能触控消费者 包含小孩子的一个冲动 毛型的这个外型的这种小朋友很喜欢 甚至所谓号称是每个小朋友的书桌上面都会有一款 买文具用品上面的话大概成长二成多到三成左右 开学最怕肉带东西还有民众表示 只要带卫生纸立可带行动电源和随身镜 四样东西就能交朋友 因为同学最常忘记带会主动来借顺势能成为朋友 很期待 怎么说 这次换新同学 今天要上小一 今天可能帮他买水屋跟电板之类的 用品啊 卫生纸是水镜啊 然后毛巾枕睡枕 不过开学暑假作业不只是小朋友的噩梦 就有爸妈发文表示开学前最后一周假日是爸妈再赶暑假作业 帮孩子检查哪里需要定证忙得运头转向 还有家长赶快带小朋友去美术馆植物园等等参访 跟在开学前完成学校功课 暑假进入倒数 孩子们也准备收心迎接新学期到来 记者夜宣节陆志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